十九,申報、縱行、無外世價樓二千萬以上豪宅秀雷 2015年7月8日地產B07星福溫和雖然有部分藤雞的業主因應股災迅速作反應 不過重量聯行香港董事總經理曾煥平認為 股市波動對世價樓影響不大 由將軍澳新樓盤銷情理想可見 本港住屋需求龐大 認為二手市場普遍業主叫價能保持與市場一致 為二千萬元以上豪宅則有可能受影響 股市起伏不定劃會了削弱主入市決心 他預料豪宅樓價將於今年上升約5% 而中小型住宅樓價升幅將近10% 反觀首半年整體住宅表現 成交量較去年後半年下降12.9% 樓價則有增無減 中小型住宅樓價首半年上升6.5% 曾煥平形容升幅乃溫和水平 加上目前樓市辣椒已經好辣 不認為政府有出招白市的條件 曾煥平預計若政府再次出招 會從案揭成數入手 不過有關做法則會令市民更難上車 有為政府控市的原意 至於豪宅樓價首半年則上升2.5% 雖然第二季出現多宗破頂成交推高豪宅樓價 但以山頂南區為例 每月成交均不足十宗 曾氏形容二手豪宅市場屬有家務市 一手新盤於第二季連珠炮發 曾氏指新盤多以貼二手價應市 加上發展商樂於為買家 提供各種稅項津貼及折購優惠 搶去不少二手購買力 令二手成交量由首季74.1% 當年升幅 跌至第二季22.3%安年低幅 該行預計後半年將有12000貨新盤供應 未來二手表現拭目以待 新部記者金雪盈